香港大學畢業同學會成立三十多年以來 旗下不斷有新的組織出現 吸納不同層面的會員 專業人士演講會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國會在二千年成立 是國際演講會在香港的其中一個分會 國際演講會創立於1924年 是國際性的非網利教育組織 目標是提升會員的個人溝通能力 以及領導技巧 現時已經擁有超過一萬一千個分會 遍佈全球九十幾個城市和國家 會員來自各個社會階層 人數已經超過二十一萬 我在九九年加入同學會做幹事 當時是負責青年會員事務 我們在青年會員在想 有甚麼方法可以幫助青年會員的個人成長 令他在個人生活或者事業上更加成功 我們後來談到一個結論 認為溝通技巧和領導才能 是兩個很重要的能力 可以幫助他們進行成功 於是就著手籌備在同學會裡面成立 我們自己的演講會 成立初其實都不是容易 因為我們各個幹事 其實對於演講會都不是太熟悉 後來幸好有一個資深的演講員 賣話笑也是同學會的會員 他幫助我們全力支持 才可以令到同學會裡面的演講會成長 隨著會的發展 越來越多不同階層的人士 越來越多不同院校的畢業生 加入我們的同學會 令到更加壯大 專業人士演講會 簡稱GAP 在宣傳活動方面 也都花了很多功夫 GAP聯合其他演講會和其他組織 積極舉辦大型講座和工作坊 吸引媒體報道 例如蘋果日報、經濟日報、明報 以及新城電台等都有部隊GAP的活動 GAP的知名度因而大幅提升 會員的人數也都因而發出增長 今天GAP的通訊錄上已經有千多人 他們全部都是我們希望 能夠進一步發展成為GAP會員的人 GAP現在已經聚集了一群子同學之士 一起以追求進步為目標 GAP的使命是 For better listening Thinking Speaking And for the betterment of society 基本上 GAP的成員和好會的會員都是一樣 是一群子同道學的朋友 聚集在一起 就形成一股凝聚力 GAP現在已經衝出香港走向世界 GAP的代表在國際演講比賽 香港區賽中獲得冠軍 並且曾經到新加坡 和來自其他地區的選手比賽 另外 GAP也獲得國際演講會頒發的 結出演講會名銜 亦都為同學會爭光 G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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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P